我桌上有一队音响 我想让它们和我耳朵高度一致 这样声音的结像就会从屏幕的中间传来 看视频玩游戏的时候就像是屏幕在发声 非常的爽 所以最开始我用了一摞书 当我每次往这一做就开始嫌弃它们 因为技占地方又不好看 然后我就想买 搜索一下才发现几十年啊 音响支架这东西还是功能形态 完全不能满足精神需求 最后我决定自己做一对 并且最终成功了 为什么它俩长这样是怎么做的 这个视频就记录了我的心路历程和制作过程 如果你也想做点什么 那你就来对地方了 因为这个视频一定会给你一些启发 这两楼书既占地方也不好看 那如果把书换成一个像音响一样宽的盒子 它就会变得简洁好看 但还是占地方啊 那如果换成抽屉呢 就能把它占用的桌面加倍地给我还回来 然后再加个圆角和音响的圆角呼应 再学学那些现代设计的家具 边缘做成斜角 内收会显得轻薄优雅一点 这不就是个小斗柜嘛 有了草图 下一步是建模 可我好像不会3D软件啊 这时我想起一位在我收藏家里吃灰的视频博主 看他在用什么 哦 Fusion 360 下载 注册 个人版还是免费的 我找了一个30天学会Fusion 360的视频课 就跟着一个一个做 两天时间学了15个 我感觉应该可以做我的小豆柜了吧 Fusion 360这个软件的罗技是先画好二维平面图 再拉伸成三维模型 每个步骤尺寸都确定的 所以最终成品的尺寸也非常的可控 模型建好之后导入到Bamboo Studio 这个软件是我的3D打印机配套的 导入之后我才发现我音响支架是28厘米高度 而我的3D打印机最大打印尺寸是25厘米 因为28厘米这个高度是不能变的 这是我精确测量确保音响架高之后 高频单元和我耳朵高度一致的尺寸 然后我开始在软件里乱点 突然发现了一个拼接功能 点进去一看 它能直接把模型切开 点几下就能在切面上生成小圆柱体 作为连接键 并且自动在模型上挖孔 这样的话我分开打印 然后把切开的模型 用这个小圆柱以损毛的方式连接起来就行了 不用回去重新建模 也不用交粘 开始打印 因为我喜欢用小圆柱体操入 我觉得那个平板都能切开 让它里面感到铁上运 在传绝于线柱体操入 在二个小丁保方向上挖孔 还在打印封�pot上 如果往前不停地操作 就再给你做地点 现在,说打印封檻 就这样我的第一个音响支架就做好了 这是我第一个自己设计的3D打印作品 一个四斗柜 这四个抽屉每只都不一样 是逐渐进化而来的 第一个壁厚5毫米 第二个三毫米 最后发现两毫米的强度依然够 尽可能做得薄 除了节省材料还能减少打印时间 前面板做成斜角是为了更容易的从缝隙处拉开 但装好第二个抽屉的时候 我发现缝隙太大 我站着俯视它的时候会透过缝隙看到里面 所以第三第四只抽屉的高度增加两个毫米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一只抽屉怎么开呢 我在下面设计了一个槽 可以这样开 这个支架在做之前看似很简单 那做的时候才发现 如果你想让它足够好用 要考虑的细节实在太多了 比如打印的设置不同 会让它们在透光的时候看起来完全不同 再比如我原以为主体一厘米的厚度足够支撑我的音箱 然而两个月之后它还是弯了一点 这些问题我不可能在建模的阶段一次全部想到 所以迭代思维就很重要了 下一个我一定会做得更好 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想再做下一个了 虽然四斗柜它比一落书看起来简洁很多 而且很实用 但是总归有点无趣对吧 除非让我做个完全不同的 支架甲是夏天做的 开始做支架椅的时候 我已经穿上了我最爱的姚立容 上次做了个小斗柜 这次直接在P站搜索衣柜找到灵感 然后就发现了这个 哇 真的是一眼喜欢 它的名字叫伊莎贝尔书架 下面有很多人在做类似的柜子 乍一看像原始人在白色花钢岩上随意挖了几个洞 但仔细看 其实它的形状和位置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而且有一些微妙的弧度 让整个造型干净简约 又透支原始古朴 当时我就觉得 如果它放我桌上能天天看着 我艺术细胞都会多分裂出来一些 要不我就直接置尽一刹贝尔 开始建模 然后我看着Fusion360的界面 脑子一片空白 几个月过去了 软件我好像忘了呀 这时候想起朋友说过iPad上有个软件叫Shaper3D 好像更简单 马上用我的第一代iPad Pro下载试了一下 软件里面就有教程 就跟着做了一个零件 就感觉我又行了 赶紧尝试做了一下我的伊莎贝尔 结果就签模好了 真的是简单 但我还是新建了一个项目 更细致地调整了每条边的弧度 因为我觉得这些微妙的弧度很重要 它会让整体看起来更有手作的气质 而不是生硬的几何图形 Shaper3D好像不像Fusion360那么强大 但是对我这个拖延症患者来说 快速上手 马上把东西做出来好像才更重要 把模型导入到Bamboo Studio 并且像之前一样 我把它分割成两段 后期再拼装 因为这个模型有一圈外延 所以我第一次用到了3D打印的支撑 软件会根据模型需要自动生成一圈很稀疏的折线 从第一层就开始打印 就是为了等待支撑第210层开始的外延 避免它塌下来 拖动右边的滑杆 可以预览自己模型每一层的打印过程 这个很有意思 OK 开始打印吧 想法变成食物这个过程虽然很麻烦 但是当我触摸到它的时候 感觉是真的好 雪白的洞穴壁堪空空荡荡 该往里填点东西了 根据伊沙贝尔书架的原图 如果装一些瓶瓶罐罐和书本会显得很文艺 当我建模了两个瓶子的时候 感觉又不对 让我想起来一些家居卖场的书架 为了显得不那么空 会做一些假的书本和瓶子来装点 乍一看好像很有生活情调 实际上空洞无物 不想放进去的是一些真正自己喜欢的东西 最好是每次向他看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情感羁绊 可是我喜欢家庭医院啊 把投影和音箱放进去也不太搭呀 那我就是个臭打游戏的 我放个PS5进去 好像很多游戏是上古时期的艺术风格啊 和这个煽动壁堪好像还挺搭的 我就突然想起了一个游戏 恶魔之魂 这是我买的第一张PS5光盘 当时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那几块石碑 每次死回来都要花很长时间做一下心理建设再出去受虐 我就在中央大厅前前后后欣赏这几块石碑 感叹他们的巧夺天宫 我决定了 就做一块我最喜欢的国王石碑放在这里 这边放一把武器 这边把我的角色打印出来放进去 这边可以放个观察板什么的 然后我兴冲冲打开软件发现根本无法下手 这也太复杂了吧 这模式人建的嘛 我甚至连这个石碑的底座都做不出来啊 别说雕刻这些立体的浮雕了 唉 别说话 让我想想 要不然换个别的 上古时代背景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 有情感羁绊的游戏角色 形象还要简单 我能努力有可能做得出来的 还有谁 这个旋律在我脑中响起 我一个机灵做了起来 我曾在水晶山峰被激光扫射回家捡不了尸体 我曾和清零大师一边周旋一般咒骂制作人的恶毒 我曾和唐浪村三剑客大战三百回合让他们臣服 我曾被开银行的骗子卷钱跑路 又在澡堂子里把他抓住 我曾搜遍地下盛场每个角落 救回的虫虫们被他们爷爷吃掉 难受的是我还收了人家很多钱 我曾经把灵魂注入到小骑士空洞的眼眸里和他一起经历了 阴森恐怖又波澜壮阔的一段七十小时旅程 只有他能让我有动力再学一个软件 我决定就把它放在桌上陪我等待下一段旅程 卧槽 我成党呢 这回要学的软件叫Nomad 这次我挑着看了小机器人工作室的三个视频 第一个学到了圆管工具 可以建模这把椅子 第二个学到截面的细化可以制作武器 第三个学会雕刻和掌握软件的基本逻辑 就可以开始干了 我不是全部建模好再来打印 而是建模一个打印一个 这样如果遇到问题或者打的不好 下一个就可以迭代的更好 比如我尝试过把默认的0.2毫米打印精度提高到0.08毫米 能让模型更加精细 但也会增加打印时间 把墙的层数从默认的2提高到5 会大幅减小透光率 打印软件看起来设置选项很多很复杂 其实打印几次也就摸到了一些门道 比建模软件要简单多了 重要的是实践 这把椅子每根横量只有一毫米左右 刚开始打印方向不对 去掉支撑的时候很容易掰断 所以我迭代了四个版本才做到比较满意 在空洞骑士里 我每次找到这把椅子都欣喜若狂 着急把屁股坐上去更新地图 现在把它拿在手上的感觉非常的奇妙 然后是我们的主角 圆圆方方的脑袋 我把两只脚捏得大大的 显得比较威武 眼眶它一定要够深 没人能透过眼神看到我在想什么 风纱扬起一条条披风 给古丁雕刻一些战斗的痕迹 我的小骑士就完成了 这个的高度和比例 注定要放让我魂线梦绕的大黄蜂小姐姐 圆润可爱 但必须永冷幽角 绣花针要够细够长够锋利 像它的主人影 一双细腿微微倾斜 美妙的弧度净显优雅 圣巢一记的守护公主 微微扭头 高冷而善良的目光 洒向隔壁一脸懵逼的小骑士 小姐姐 你是谁呀 我为这个格子捏了一个歌声动人 勤劳朴实的矿工 但放进去的瞬间 我觉得三个角色太拥挤了 要不然你先下去吧 谢谢 从水晶山峰 摘一朵紫水晶 刚好 我觉得这格非常适合 放那个第四叉叉叉 但我想如果天天看着它 可能会有点恶心 就做了一只地铁轿车铃铛 这次劈开打印不用支撑 站得很稳 最后一格 我把游戏里的血条 做成立体的 一排相进去刚刚好 里面还能藏点东西 坏了 拿不出来了 自从有了这对音响 我每天坐在电脑前 看着它们心情大好 从想法到学习 到实践到落地 过程虽然漫长 但我拥有了一对 独一无二的影响支架 还学了五个软件 忘了一个 3D打印我是从零开始的 复杂的东西都是简单的组合 简单的问题逐个解决 好像也没那么难 做了这对支架以后 我觉得万物皆可打印 我前几天用欧标铝材 做了个投影支架 给它打印了四个脚垫 比买的都好 我还给动动版打印了 不同的挂件 我现在想挂什么就挂什么 希望这个视频 能鼓励你 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先设一个简单的目标 先不追求完美 你就会发现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 如果你想做点什么 先画个草图 再评论区分享给我 我保证 媚子良心也给你一个正反馈 分享能加倍你的快乐 鼓励能给你前行的动力 我是考拉上校 我们下期再见 别太多 哎呀还拉丝呢 穿针影线 老眼浑花 我在搬3D打印机的时候发现它拉了好多屎啊 好多呀 好多呀